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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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跌了超过40点子 如果已买入一手计算约赚400美元 当日加上总共约赚1500美元 在7月21日星期五 星星星并350分别提醒会员留意 英镑对瑞士达郎有上升的趋势 即日升了超过20点子 如果已买入一手计算约赚220美元 然后 英镑对美元亦都有上升的趋势 即日升了超过30点子 已买入一手计算约赚200美元 另外 星星星并350提醒会员留意 欧元对美元有下跌的趋势 即日跌了超过20点子 已买入一手计算约赚170美元 当日加上总共约赚590美元 总结 如果已买入一手计算 这一星期星星财经指标约赚超过5300美元 恭喜恭喜 接下来 等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未来有什么市场动向值得大家关注 在7月27日星期四 美联储会公布利率决议 和新闻发布会 还有会公布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季率初值的数据 在7月28日星期五 美国会发布6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年率的数据 而在8月1日星期二 会发布7月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以上资讯发表后 到时市场有机会出现较大波幅 大家想把握入市量机 到时记得一定要留意我们星星财经指标 还有 记得赞好、订阅、分享 我们的星星财经指标啦 我们下一条片见 拜拜